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特别好吃的牛肉锅贴 做牛肉锅贴 最关键的是调馅 5毫升盐 生抽15毫升 蚝油 白胡椒粉 加好以后 先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 先放一会儿 让肉充分吸收盐分 利用这个时间和面 400克面粉 这是温水 底下完全没有干面了 基本成形 用手揉就行了 揉成面团以后 盖上盖子饧面 切一点红葱头和姜 把它们切碎 这牛肉馅太干 是不能这样煲的 往里加水 往里加水 每次加一点 调馅最关键的一步 是控制好加水量 如果水少了 肉会非常干 发柴发柚 再加水 这个状态也不行 还是干 还要加水 而不停的加水 这牛肉馅儿嚼起来很费力 还是干 再加水 直到搅拌成这种状态 蘸一点花椒油 放点姜末 搅上来 再把它搅拌 特别香的 肉馅 好 这是蒜黄 洗好了以后 控干水分 然后现在把它切一下 加这个以后就不用加葱花了 蒜黄就是蒜苗 就是大蒜苗 但是它是不见阳光的 所以它长的颜色是黄颜色 如果见了阳光呢 它长的就是绿色的 蒜黄酒黄都特别好吃 搅拌均匀以后 放到冰箱里 冷一点 它一会儿包的时候好包 面也醒好了 这个面比平时包饺子的面 稍微软一点 比做饺子稍稍大一点啊 鸡子 好 再做一段 像擀饺子皮一样 先把它擀圆 擀圆最后把它往长擀一下 把它长 椭圆形 仙不能太多 太多也不行 先从中间捏一下 锅贴都是长形的 包法有很多种 南方的包法和北方的包法不一样 如果你没包过饺子 请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包法 包好以后是细长形的 锅里倒一点油 温度 晃开它 放进锅里 摆成你喜欢的形状 底面定型以后 加入开水 是锅贴一半的高度 盖上锅盖 小火焖七八分钟 锅底水快干的时候 倒入一点芡粉水 这样可以形成冰花 看锅边有微微的翘起 用铲子轻轻铲起来 牛肉锅贴好了 冰花非常漂亮 外皮焦黄酥脆 内馅鲜嫩多汁 太好吃了 一锅没放下的 也把它煎好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给我点个赞 欢迎您点击上方的凡人趣日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